如果把宇宙的时间轴倒带到零点之前 屏幕按下暂停 我们会看到什么 欢迎来到今天的宇宙档案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我们要追问一个简单却最难的问题 大爆炸之前 究竟有没有之前 哈勃望远镜告诉我们 星系在整体远离 宇宙微波背景像一张温度就照片 记录早期冷热斑点 氢、氦和少量里的含量 又与最初几分钟的合合城互相对得上 证据像三条独立的铁轨 指向一个炽热而致密的开端 可就在这一切之前 是无孕于了油 还是就宇宙的剧烈转场 今天我们用最不费劲的方式 把这些硬核线索讲清楚 看完这支片 你会拿到三把钥匙 宇宙为何在膨胀 余晖为何仍在 以及那些关于前宇宙的大胆设想 哪几种最靠谱 打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所有宇宙故事的开场白 像追溯家族族谱一样 想回看最初那一刻前的前传 我们想知道幕后 是否还有更大的舞台 更深的剧本 这确实是最棘手 最烧脑的问题之一 不仅难在答案少 更难在我们可能连问题本身都还没问对 想拿着地球的尺子 去丈量宇宙的边界 放眼今天 靠着哈勃望远镜 和一票继任者的千里眼 我们能看见超过千亿个星系的星海 每个星系里又塞着上千亿颗恒星 密密麻麻 像夜空被撒了无数把钻石 可问题来了 这一切是怎么堆叠出来的 星系 恒星 行星 一步一步 从什么材料里长出来的呢 更尖锐地说 为什么会有万物 而不是一片空无 这个问号直戳宇宙的底色 对很多宗教与哲词传统来说 这个问题并不陌生 它牵扯到起源 目的和意义 几千年来反复被讨论 有人会自然地想到 如此宏大的宇宙 总得有个动手的存在吧 不然这满天星斗 怎么可能自己跳出来 那就系好安全带 跟着镜头一起穿越时空 从我们脚下的地面 飞向那片无边无际的宇宙海 时间拨回到1926年 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 用望远镜 告诉人类一个震撼消息 银河系并不孤单 外面还有无数岛宇宙 三年后 它又抛出重磅发现 那些星系在悄悄往外跑 像气球上的点 随着气球变大而彼此远离 当时许多人第一反应是 哇 难道我们站在宇宙C位 一切都从我们身边向外散开 可哈勃进一步的数据泼了冷水 并不是我们特别 而是整个空间本身在膨胀 哪看都一样 换句话说 你站在任何一个星系上往外看 都会看到相同的景象 邻居在远离 宇宙整体在变大 身边的一切都有出厂日期和成长历程 有源头 有故事 宇宙也不例外 从人类与万物生灵到大气海洋 再到陆地和地球本体 全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化链条 太阳其实比地球年长一些 而我们所在的银河系 又比太阳古老得多 像祖孙三代排成对 所以不光是地球 连太阳也有一段少年史 他们的历史像两本并行的家谱 同理 那些在一百到一百二十亿年前 就现身的远方星系 也都有各自的婴儿期 青春期与成熟期 当大爆炸这个词 第一次传到人们耳朵里 大家下意识会问 到底爆了个啥 为啥会爆 乍一看 这问题很朴素 谁都能问出口 想问滴滴雨从哪来 可真要认真回答 它可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牵动一串更大的未知 截至目前 没有一个答案 能签字盖章说就是它 科学界仍在多条线路上探索 这让科学家们有些坐立难安 因为他们的职业习惯是 再难的提 也要想办法找出证据 拼出答案 于是就有了成串的假说与模型 其中不少听上去离奇 反直觉 对普通观众来说像是科幻 无论怎样 大爆炸被视作宇宙史上的一次超级事件 像是时间轴上最醒目的红色标记 其中一种主流看法是 在大爆炸之前 没有我们熟悉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 也谈不上有或无 换个说法 宇宙在某个极端状态下涌现出来 从我们概念中的无转为有 这当然难以想象 它什么时候出发 为什么出发 我们的大脑与语言一时都很难对齐 毕竟在日常经验里 别说宇宙 连一把小板凳也得有木头 有工具 不可能凭空跳出来 也有人设想 在那所谓的虚无理 并非绝对空白 或许潜伏着量子层面的掌落于能量 如果它并不真空 那里的微小过程 就可能酝酿出一次次小暴 最终触发那场红暴 为了检验这些点子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 努力打造近似真空的环境 尽量把影响因素清空 它们建起特殊真空舱 抽走粒子降到极低温 逼近深空般的冷迹 只为捕捉那一丝丝量子涟漪 结果显示 所谓真空并不等于什么都没有 它有可测的性质 能被多种手段研究与利用 当然 反对者也不沉默 它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路数 在它们看来 大爆炸之前的问题可以换个角度 不是从无到有 而是从一种宇宙状态跳到另一种 核心意思是 大爆炸固然重要 但它不是起点 而是更长宇宙始终的一次剧烈转折 至于大爆炸前的宇宙长什么样 我们知道的很有限 但可以想象某些事件在那累积 最终点燃了这次重启 这一点在不少理论物理学家与宇宙学家那里 得到呼应 至少作为开放的可能性被认真对待 当然 意见不止这一致 宇宙的可能剧本不止一本 有人设想 在此之前可能有一个与我们相仿 或完全不同的宇宙 物理法则也许相近 也许另起炉灶 还有模型猜测 至少两个前宇宙发生了相互碰撞或接触 向两层模相碰激发了这场大爆炸 更大胆的假设说 在宇宙诞生的最初瞬间 发生了一次匪夷所思的物理过程 刷新了我们对自然的直觉 那就是暴涨与炮炮宇宙的画面 刚出生的宇宙像吹起的泡沫迅速变大 炮中炮里孕育出许多彼此独立的宇宙胚胎 这套图景被称为大宇宙或多元宇宙 无数宇宙像群岛散落在更大的海里 若它为真 那我们所在的宇宙就只是群星中的一颗 像银河只是星系海中的一个岛 我们的宇宙也只是多元宇宙中的一个气泡 不妨放飞想象 别的宇宙或许也不满星系与恒星 行星像沙力一样多 构成类似的天体生态 行星多到数不过来 其中一部分也许孕育出智慧生命 点起文明的灯火 这些居民或许发展到极高层次 掌握恒星能量 游走星系之间 成为名副其实的星级公民 他们自然也会从母星起航 去往遥远恒星系 看着行星绕着主星转 就像我们熟悉的地球绕日轨道 时间一长 他们掌控越来越多的行星系统 难免也会与别的智慧物种相遇 展开合作或博弈 当然 若有些宇宙与我们截然不同 那里的规则 粒子乃至时间的味道 都可能另一个模样 那样的世界连科幻作家都难以描画 生命是否存在 如何定义 呈现何种心态 拥有哪些能力 都可能颠覆我们的认知 无庸悔言 并非所有人 都接受大爆炸模型或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背后有信仰 文化与证据解读的差异 但在多数宇宙学家 极重视证据的人看来 大爆炸依然是解释早期宇宙的主场模型 要知道 宇宙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 其实到二十世纪上半夜才逐渐定性 算是年轻学科 在那之前 观测手段有限 数据稀缺 很多理论难免带着猜测的成分 证据链并不完整 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 是近百年来的一系列成果 广义相对论的结 引出起点概念 哈勃发现星系红移 进而形成大爆炸的整体框架 近半个世纪里 关于宇宙微波背景 结构形成 暗物质的研究 不断推进 巩固并拓展了早期成果 相关贡献 也让詹姆斯皮布尔斯等学者 荣获诺奖认可 只称大爆炸与膨胀的关键铁针之一 就是宇宙微波背景 那是宇宙刚点亮后留下的余温 均匀铺满天幕 它像一张温度地图 显示早期宇宙里微弱的冷热斑点 为后来的星系与结构种下种子 科学家通过测量这层余灰 分析粒子生成与扩散的历史 勾勒出大爆炸发生的大致时间表 而且直到今天 宇宙仍在持续变大 星系间的距离在不断拉开 需要强调的是 最初那次急速扩张并非一切的句号 宇宙后来还有自己的节奏与阶段 根据现有观测 宇宙的膨胀不但没停 某些阶段还呈现加速的趋势 这点格外耐人寻味 有观点认为 如果宇宙物质密度比想象中更高 引力或将主宰长期走向 理论上可能把空间拖拽成封闭求行的命运 反对者则指出 别急下结论 数据解读很复杂 宇宙微波背景的信息量巨大 很难百分之百无偏地还原所有细节 倘若封闭宇宙被证实 那冲击的不仅是几套宇宙学模型 连我们对物理与几何的基本理解都要重析 另一方面也有人提醒 模型里可能还缺少一种反向角色 比如能抵消引力效应的未知成分 才能判断空间是否真的无限 上世纪六十年代 彭奇亚斯与威尔逊 无意间在天线上听到一阵恒定噪声 结果发现那其实是遍布宇宙的微波余晖 这说明太空并非灵温灵能的死尽 反而被这层余热轻轻轰轰着 约2.7开耳闻 也就是摄氏零下270度左右 这股残余热就是当年宇宙炽热器的回声 为大爆炸后曾经极热提供的直观证据 宇宙学家格外在意几个核心难题 星系与星团究竟如何诞生 膨胀使哪些细微的温度与密度起伏 怎样一步步会成今天庞杂的宇宙结构 第二个问题紧挨着第一个 直接指向1965年 彭奇亚斯和威尔逊发现的 那层一级辐射 它的特性是否能解释 结构从无到有的过程 当余辉被确认后 理论物理学家立刻推演 它的频谱应长什么样 温度波动有多大 能为宇宙起源提供哪些检验点 结合大爆炸框架 与后续对膨胀速度的测量 人类得以给宇宙算年龄 就像给一颗树数年轮 按哈勃常数估算宇宙从极小尺度 扩张到如今规模所需的时间 再结合温度等线索 得到的粗略结果在140亿年上下 误差约十亿年 观测那些最年长的天体 例如古老恒星团与白矮星 也印证了这个数量级的估算 它们多为低质量 燃烧缓慢的小恒星 寿命极长 像时钟一样见证宇宙的漫长岁月 不过它们也不可能 早于大爆炸后约五亿年就出现 所以仅靠它们 很难把宇宙年龄定死到小数点后 综合多线证据 今天广泛引用的数字是 宇宙年龄大约138亿年 要强调的是 大爆炸理论不是一句从小到大的口号 它包含一整套 关于物质、能量与结构演化的细节 从最初的物理条件 到后续的一连串相变与相互作用 共同塑造了今天物质的样子与宇宙的骨架 更惊人的是 很多关键戏份都在极短时间里完成 从几分之一毫秒到一分钟之间 宇宙就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必太多专业术语 简单说 早期宇宙极端炽热 密度惊人 好比一个塞满能量的微小火球 随着膨胀 冷却逐步推进 各类粒子出现 组合 连我们熟悉的自然力也在不同阶段各就各位 可以打个比方 像蒸汽冷却变成水 再冷却成冰 温度每降一段 物质的性格就变一次 每个阶段都触发状态改变 虽然宇宙里的相变比企业固更复杂 但逻辑相通 这类从一种状态跳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 统称为相变 不过在早期宇宙里 这些像变更猛烈 更原始 许多最初的细节至今仍是研究前沿 支撑大爆炸的硬证据 主要来自三个里程碑式观测结果 换句话说 就算没有爱因斯坦或勒梅特的理论铺垫 这三块证据也迫使我们承认 早期宇宙又密又热 第一 哈勃揭示了宇宙在膨胀 星系彼此远离 第二 对宇宙微波背景的高精度测量 显示了那层来自初期的余晖与温度起伏 第三 氢元素的风度 氢 氦 少量力 与理论在大爆炸后最初几分钟的合合成预测 相吻合 彼此呼应 我们从星系的远离 微波的余温 氢元素的指纹 拼回了宇宙的童年照 但在时间的门槛外侧 答案仍在半明半暗之间 也许是一次暴涨带来的泡泡宇宙 也许是更久远的宇宙循环 问题没完 线索未断 如果空间真的无限 时间或许分层 那么之前的意义还成立吗 当我们说起点 说的究竟是物理 还是语言能触及的最远处呢 如果这类通俗但不降维的解说对你有用 欢迎订阅与收藏 我们下次继续把复杂的宇宙 讲给每一位好奇的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